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萊姆 那大家的關卡就是 天蠍弓的Extra 沒錯啦 這個天蠍弓的Extra 其實也是一個限回合的關卡 左邊看到RD16 意思就是 100RD裡面都打完 我打到只有196RD 其實呢 代表什麼呢?就是太磨的隊 不能夠通關 但是這一關呢 嗯 有幾個打法的 這是其中一個打法 就是最普通 一點都不普通 最勁的又不是最勁 就是一隊比較多人用的 暗坦隊 我自己都是 很常用的隊 因為這一隊的輸出比較穩定 比較勁 但是隊員就有一點改變 除了魔人和雙子 以這個必備的隊員之外呢 那就帶上了暗幽 還有奧丁BB 奧丁BB呢非常厲害 那就是血多到癡癲 那所以放在這裡呢就是一個橙血 和它一個幫助爆發的功效的 非常之好 那就是因為呢 它呢 那就是呢 那就是一個很強的爆發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器 的合體技啦 那它跟這個 鮑鱑神有一個合體技的 是啊 無論是什麼鮑鱑神都可以有的 不只是暗的鮑神才有的 那大家都 如果有看過更新的資訊都知道了 不過這個都 不太多說應該大家會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你就問了 我就再解答你了 那呢,去到黑狗了,那這一關黑狗呢,都... 不用太擔心,因為還是很投影的關卡 那...隨便就可以殺死掉了 那我用技的,因為...馬上搞定他 反正之後的幾關都沒有什麼特別,用一下技能來打快一點 好啦,石像,石像的東西也是不需要太擔心 只要不要被他一起打你,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Yeah! 那這一關的天蠍呢,實在是十分九箭的 為什麼要是九箭呢? 他是會自爆的,那什麼叫自爆呢? 就是那個boss,那boss是會死了之後,然後自爆 呵呵,是不是很恐怖? 我不知道自己好像在打一些超怕人大戰一樣 感覺是會自爆,好像是一些初號機啊 那些什麼? 打鐵牛啊,會做的東西,自爆 那天蠍了,你打死他的話,會自爆的 所以... 他自爆的威力都不小的喔 他自爆的威力是有成二萬弓的 對啦,要超過二萬弓 那如果是高級的,就只有五千弓而已 五千弓就失敗了啦 但是二萬弓是何其恐怖 那唯一可以解除這個限制是什麼呢? 就是用技能去殺他啦 那所以呢,用技能去殺他的話呢 所以我就帶上了暗油這個關卡裡面 來行一個尾刀 尾刀刺死他,那就可以不讓他爆炸的啦 那這個呢,就是非常久的一個技能啦 那就是焗你... 嗯... 要不就用技能啦,要不就兩萬血以上 要不就根性 那其實呢,很麻煩的 那我一陣會建議多幾隊一個可以行的配隊啦 那這一隊就是其中一個可以行的配隊啦 那只要你有暗油呢 其實這一關應該都可以玩到的 那雖然啦,我自己打都覺得有點驚險 那這隻呢,暗巨像啦 那就是你如果用光隊的時候,他會很麻煩 對,因為用光隊的話呢 他就會不斷轉走你的光珠做暗珠 那但是用暗隊的話呢,那就很開心啦 他不斷轉著給你,非常好 好啦,第四個battle 又是三個大石像 那他的CD比較多 那我這次都算是幸運 那所以不用太擔心的 CD多,他就不要一起咬我 一起咬也挺痛的,不要說 所以有時候都害怕你 我自己都有一些劣在這裡 快點轉到幾個combo 那這一段呢,都是時候配音來的 不要以為我現在在live 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太緊張了 我自己打的時候呢 我打到手心出汗,然後全身發熱 好像發燒那樣 實在是十分之激動 因為呢,根據以往啦 上篇的經驗啦 十二攻的extra非常難打 所以呢,我都是嚴陣以待 是不說話 不說話啦,我比較好專心一點的 專心好一點的 一說話呢,就不知道自己up去哪裡 又不知道自己轉去哪裡 因為姑娘,其實真的很煩 好啦,那去到這裡啦 左邊那隻呢,其實都是一隻挺有趣的 左邊那隻東西 是一隻小怪 不知道是什麼用呢 也不知道會不會有用呢 那個地方很奇怪的是 它是一隻ется劉羅 但是狗狗狟狒就漂亮了 可以升高波狗狒 其實這件事長就去到點驚述 licensing 應該也是有多大力 Bart 但也是龍馬 好啦,那隻暗郵 他們需要強化珠來打的 所以我都用一用雙子加魔羊 還有我都會做多一些全體攻擊 目標多跌一顆暗珠繼續強化珠 那我就可以再繼續打下去了 這些很煩的 斜技術牌 Too bad 強化盾真的很煩 如果你不是用一些... 那些叫什麼 不是用一些神舉的時候就很煩 不是用希喬神或者包神 打這個也是那些煩 或者這個也可以 不然就不斷做強化珠 那我現在還是要繼續做強化珠 這裡轉錯了 這一下不算 OK 轉錯了 應該有時候太過心急 好啦 再做多次全體攻擊 好啦 那這一下 這一下現在有強化珠 這一下應該打得上去的 喔 我知道了 這裡存在技 我以為自己打錯 不是 我存在技 對了 現在存滿技能可以打 對 啊 我又不打 為什麼我不打的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為有技 為什麼我不知有技 這裡我也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 可能我渾流太虛 為什麼我不打他 我不知道 啊 我知道了 在等我自己去不去 啊 我一定做些事情 沒理由沒原因 是不是 是等你回去的 這一關因為 這一關魔羊比較狠毒 兩個同屍一點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不同的CD 那我撞了 我只打了一次 那我的朋友打完 都是同屍一點的 那如果他們一起打你就死了 因為他要一隻九千弓 這樣值得萬八弓 那所以這裡呢 我會用光的技 先用這個 傳說中合體技 中 合體技 然後想想怎麼轉 這裡是炒了的 轉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緊張 可能有些 哎 差一點 差一點 不要緊 還沒有全體攻擊 還沒有 還沒有全體攻擊 還有弱子 那這裡呢 剩下的技 我都用完了 證明了不是很難的 我隨便就過了 哈哈 鎖罰 鎖罰 那下一關 是一隻光史萊夢 很特別 有一隻史萊夢 會幫你重置 不是 幫你滿了技 那是十分之好人 我覺得上篇和下篇的待遇很不同 上篇就會reset你的技能 下篇會幫你滿了技能 所以我覺得 整件事是很美妙 很好人 好舒服 好開心 大發慈悲 官方 然後另外 天秤座 也是 打天秤座 也是會幫你重 幫你補回技能 嘩 好人到鼻 好啦 這個光史萊夢 很少敵人的技能是幫你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妙 奇妙的光史萊夢 史萊夢也是好的 這隻 這是天使的 那這個時候呢 那就 唉 隨便啦 雖然你是好人 但是你不死我死了 那我也要 我也要殺你 對不起 他只有十二血 所以 兩回合就死了 不停不帶 這關是純粹 給你Honeymoon一下 那好啦 進入Battle Battle 15 那這樣呢 嘩 即是一淡沙糖一淡屎 這個就是暗艾 他會把你的血得回1 那 就算是CD3 那其實 回得切的 我不用技都回得切 所以我這裡就忘記 幾好 這個暗艾 即是叫做好人的啦 雖然他會令到你很慘 但是他也叫做 CD3 對吧 CD3就叫做回得切 回完了 回完了 多輕鬆 OK 非常好 接下來呢 我就考慮用不用技 那 這一關就不算很難打 但是因為之後那關有點難打 所以我這裡呢 都是 沒有用技的 他一下打我多少呢 看看看看 他打我8000而已 所以是十分輕鬆的 他只有一下子扣客 扣了這些 扣了這些 這樣只要小心點打 那都 很快 很快就完成這一關 他原本是CD2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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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沒有暗珠了 那我要清掉一些雜珠了 清完雜珠還是沒有暗珠才看 還有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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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 折起來了 但我沒有黏上去 欸 扣了幾個女 好啦 那我現在暗珠了 可以對爆他了 麻煩他 麻煩我自己幫自己對爆他 OK KO 下關 10萬 Battle 16 嘩 這隻好可怕 其實每個回合 每兩 turn 力 90% 其實是有很大 變成我要回滿他 那 我現在夠血 所以我先最多的爆發 因為盡量 削掉它的血 削掉它 這關快完成 因為這關好容易會死 我覺得 一卡升輸到會死 所以都是 來吧,我先把他打一下 這裡應該是轉錯了 但不要緊,收剩 一下子打了大半 非常好 剩下30%左右 哎呀,殺氣不死,讓他打一下 嘩,多厲害 自然打到245 不過我有兩組的心珠 也不用太擔心 也能回到很多 那這時候呢,我正在部署 我這一回合打不打他 我可以多偷一回 回血,多偷一回草技 什麼都好 嘩,我沒有偷到位 我直接回到位置 嘩,我不用偷了 原來自動偷了,原來血都不少 原來我殺不到 那在這裡呢,我很尷尬的情況 我殺不到的時候 哎呀,我很尷尬的 哈哈 因為他現在,他又不死了 那他又沒有暗珠 那他又會打我 那我一定要回到血 如果沒有人死了 他又沒有殺血了 這裡挺恐怖 嘩,幸好是回到 非常好 回復力不差 那這個時候呢,可以正式送你回家了 嘩,掉多些心珠 嘩,真的太好了 他回滿了 那這對活到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挺厲害 好 Battle 17 嘩,這個二界龍啊 他是會秒殺我的 所以呢,這裡我都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 因為他秒殺我的關係 所以呢,我用技了 不要想了 因為呢,秒殺不到他呢 他就會秒殺我 來啦 二界龍BB 嘩 為了報仇 我前幾次抽到好多隻 所以我現在要打你 來啊,轉啦 屎萊姆 非常好啊,見得 保持到射箭 九個空寶 嘩,多厲害啊 差不多沒有殺,只剩一敵 特地啊 現在回合,可以儲一下 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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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啊 自己看自己打 可以看到自己出錯 或者打得不好的地方 一個展示 展示會不斷進步 不過呢,今晚錄完廣東話版本 一會兒我再錄到國語版本 是不是很開心啊 哈哈 哈哈 是這麼說的,真正 Battle18 其實我本人呢 這裡有注意啦 那就是你要四個空寶 以上 不然就會打不到 其實我本人本身 自己呢 其實我不太喜歡說話的人 所以可能大家不太喜歡 我真的不太喜歡說話的人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拍片開展了那麼多的 都是一個全職來的 我真的覺得 我是比較沉默寡言的 好啊 Battle19 不要說廢話 這是安多BB 好像是CD1 沒有記錯 是CD1 不過我剛好Rank到CD2 我看一看CD2 不用看啦 這裡一陣子也有 安多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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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多是CD1 四千多而已 所以呢 簡直是 輕鬆的 很好人的 我看一看 CV1 4千 打完 咦 沒有6千 4千 騙人 攻略網 騙人 都是GP攻略網 一陣子我就打攻略 那大家就知道了 喂 有啊 6千2 那幾痛啊 6千多的話 都是CD1的關係 那當然啦 我要小心分配我的心心 心珠啦 因為如果不是分配都不可以 就會 很麻煩 那現在還沒殺到我 那我先放魔人鏡啦 那我可以 有心珠啦 非常好 不如 又回到8千 所以才開心 但又打回6千 哈哈 好麻煩 CD1的怪物呢 都是比較恐怖的 我自己覺得 好處是6千 他如果是8千 就已經很難打了 好耶 6千多 這個時候 又是 亂轉 這裡是轉錯了 我以為自己已經轉了心 飛哥沒有轉了心 好在天降 不過本來心也不會死 不過沒那麼大力 叫做 嘩 好帥 這個轉 哈哈 哈哈 不錯不錯 那這個時候 我都差不多了結他了 我用多一次技啦 哈 因為我想多點血 進下一關 那我不想呢 沒什麼血 這樣很恐怖 因為下一關是打大佬 通常打大佬 就 打成20個 20個BATTLE 入大佬4 真的很慘 最慘不是一樣 最慘是草水片 獸二公仔在一個很批車的地方 就是草水片 哈哈 好啦 BATTLE 20 最後一關 這隻是天蠍弓 那他自爆 他會打你二萬 真是很嚴格 好啦 左邊那隻暗屎萊姆 大幅提升隱藏屬性的符石 然後問號符石 另外右邊那隻 會無視所控制技能 即是現在不能控場 那呢 唯有你打死左邊那隻 其實左右 你看看你本身有什麼卡片 如果你有控場卡片的話 你打死右邊那隻先 如果你 嗯 沒有控場卡片 其實打死 GD短那隻先 因為呢 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本身打我多少 左邊那隻 右邊那隻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右邊那隻很低攻的 但是我左邊那隻 我沒有被他打過 還有他的問號 又很煩 不斷地跌下來的話 所以我還是殺死了左邊那隻 我把問號在這裡 會影響我轉租影響得很厲害 哈哈 不知道 很奇怪 那個感覺 現在想到怎樣轉 真的很理想 真的很理想 幾個都問號 都問號很討厭 那這裡呢 我一定要殺死哪個 那隻 因為我不知道有多少功 還有我可以回復 回血啦 這關的回復力也挺重要的 真的 回復力低一點 那種力 好啦 一個關鍵的一刻 剛剛好回到 YES 非常好 非常好 剛剛好回到 那我就有八百血了 因為我怕兩隻同時打我會死的關係 所以我率先 做一回血先 因為我猶低的關鍵 而且我本身也沒什麼 一刻 右邊那隻很低功的 應該只有幾十個 好啦 好啦 接著呢 我們要彈回右邊那隻 其實我自己看回 可以不打右邊那隻 直接打中間 都其實OK 不過 我那時候 沒想到那麼多 我就看到他 不順眼 我就借給他 其實你可以不理他 如果你沒有控場技能 其實你可以不理他 如果你有控場技能 就殺了右邊那隻 可以立刻用控場 其實我也不需要殺他 他在這裡 對我來說影響不大 其實 因為他沒有大力 可以搞定 殺了屎林夢仔 好啦 那剩下 中間那隻 那這裡呢 是需要全移神 貫著他打的 因為你不可以太大力 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太大力 只要他 那他會發肥 會自爆的 很煩 你一定要用技能殺他 所以我目標打到20%以下 那 但是呢 如果有 白發了技能 如果沒有心珠的話 我又會很麻煩 所以這裡呢 我自己用技能 都用得很保守 我不會一來 就爆了這些技能 那我自己這裡用技 我用得 配得不好 我自己後來再重新 我自己不應該用雙子的技能 雙子的技能 應該留下來保命 因為我沒有任何保命的技能 我只有雙子 所以我是 剛才 我中間一陣子 可能做錯了 決定就用了雙子的技能 在這個位置其實不需要用 我根本也不多光珠 所以 我拒絕了 不要緊 過了就看 哈哈 我自己都覺得 我未必 很多時候都打得這麼好的 那 都是 大家看到 其實 到你打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個學習 對不對 那你學習了 那你會打得好一點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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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又算了 沒什麼血的狀態了 那我很好 心珠很吸力 是今天的效果 在適當的時候 都懂得跌出來 心珠紀律提升 今天的運程 心珠紀律提升 心珠紀律提升 還有我也擔心太大力掌爆 哈哈 大力掌爆 高力掌爆 真的很弱 又不知道 重新來說 喔 不是 你說我知道 剛剛有所說的 所以被他自爆了好像也沒所謂 但我想真的完成這一關 所以我就真的用正規的方法來打 我見小憲好像是 就是自爆了 但都可以拿到通關獎禮 不肯定 我要再 double check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的話就不需要這樣就行了 可是我在打滾 不過這種赤 queens 我不知道誰時候會這樣 沒有人的都果然所以沒有.." 未來的關不準確不會很直接的 好了 我已經風 Clan 2abilis 倫 doubts 再也感到自己打 zag ahead 雖然在打的時候 我心裡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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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現在小提示多了很多新的東西,大家可以留意多一點 搞定啦! H有大靈魂石跌的,非常好 比上天的好一點,多多於大靈魂石 真的好多 好,那我們看看有什麼獎賞 好,是有五顆魔法石的,非常好 雖然我寧願要萬年靈魂石那些多一點,不過都OK的 有魔法石都好,其實最好人面鳥啦,對不對 人面鳥石最重要的嘛,沒有人面鳥真的 唉,算了,不過現在背包有兩個人面鳥 好了,這隊就是通關的隊伍,一點都不平民的 用此非常豪華,亦都非常厲害,是不是? 如果你說平民怎樣通關呢,可能是其他隊的 光鴨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全部的關卡都是暗屬性 除了一隻史萊姆,不過史萊姆很少血,無所謂的 光鴨打得非常好,擺勝風後的原因就是 我最後打中間一隻的時候,可以擴散殺了兩邊那隻 那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隊呢,我自己大家可以嘗試一下,我自己覺得OK的 這隊,另外呢,就是你一天就抽夠血去打 那這隊呢,就是很高血的情況去打的,應該夠兩萬多血 救我呢,最後打完大佬之後呢,再捱買他的自爆都不會死的 那這隻呢,我就是第3隊的建議啦